好 過了十分鐘我們再來上課 我剛才在來這邊的路上 因著有人問我問題 我在這邊想什麼回答他 有人問 有人問我說 我怎麼推進這麼倒霉 運氣這麼不好 一些小小的意外等等分自他來 問我為什麼 沒有 回答說 運氣的意思就是 它單純就是一個偶然的事實 而不是背後有個什麼神啊靈啊 什麼神啊靈啊 什麼人在那邊吵鬧 讓你運氣這麼不好 所以運氣就是個事實 這個事實是什麼 是偶然的事實 偶然的事實就沒有道理 沒有原因 它就是這麼發生 所以我覺得從天上落到人間 人間最大的奧秘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霍然率 就是霍然率 霍然率就是抽籤 這個 得流感的機率 車禍的機率 就跟中樂透的機率 比如中樂透頭獎的機率 就是五百萬分之一 好 這個五百萬分之一 這個機率是確定的 但是是誰中了 每次開個獎啊 是誰中了 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就抽籤啊 這些人抽出一個來 為什麼剛好就抽出這個不是那個呢 沒有原因 沒有道理 就是霍然率 所以霍然率呢一方面呢 又是固定的 你那個抽的次數越多 那個霍然率就越被證實 是這樣 就是可以算得出來的 霍然率是多少分之一 是可以計算出來的 我在高中的時候 代初學到霍然率 我都對他非常有興趣 那時候呢 就到處去算各種霍然率 所以霍然率本身很固定 可是這個很固定的這個霍然率 落到誰的身上 完全沒有道理 你說得流感 得車禍 也許還有一點個人的 比如說你走路不專心啊 或者諸如此類的 可是中樂透 那就是那個機器抽出來的 其實很多事情啊 過了也有一些個人的原因啊什麼等等 不過那就是很小很小的肢解 最大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決定的因素 就是霍然率 而霍然率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略過了一些個人的因素之邪 我們面對的這個就是霍然率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我得到呢 為什麼不是別人得到呢 沒有為什麼 這就是事實 事實就是我得了 不是別人得了 那又怎樣 所以我們啊 對於這樣一個事情不必想太多 是不是我做了念啊 是不是我沒有去仇神啊 是不是怎麼樣啊 很多人去什麼 弄個什麼 去轉啊 運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 意義都指什麼啊 因為你的心已經 因此胡說亂想了 心不安了 所以要去弄個什麼 只是按你的心 並不是改變你的命運 這個命運無所謂改不改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啊 整個的儒學 是幹嘛的 我剛剛這論就聯想到 原來儒學呢 就是培養一份 在這樣的一個現實世界中 我們仍然能夠做主的 一種人生態度 所謂仍然能夠做主的意思就是 我們很清楚看到 我能做主的是哪一個部分 我不能做主的是哪一個部分 不要再不能做主的那個部分去強求 那不能做主的是哪一個部分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霍然率 那我們能夠做主的部分是什麼呢 為所當為 去盡可能降低我獲得某種 這個不好遭遇的惑然率 但是你降得再低 有百分之一 那個幾率降到萬分之一 這只是近人事 那是不是我就因此可以免出這種可能呢 我們說霍然率是固定的 比如說在目前這種 台灣的這種交通情況之下呢 被射創始的幾率是萬分之一 你就不要以為有萬分之九千九十九的保障 你還是可能錯門被創始 不是說萬分之一嗎 我說那就是一 那一萬以後你剛好是那個一 被創的時候 不是只被創萬分之一 是百分之百被創 所以解小的時候 不是霍然率 就是霍然率的解惑 它不是幻育的本身 幻育永遠是萬分之一啊 中樂靠永遠是五百萬之一啊 但是有人買一張就中了 不是說五百萬之一 是不是我要買了五百萬次以後 才會中一次呢 不是 說不定你買了五千萬次也一次沒中 不是說五百萬之一啊 我買了五千萬次應該中十次了對不對 而不是這樣算 關於會或然 可等到那個開獎的時候呢 那就是一個偶然的事實 雖然是五百萬分之一 剛好落到你身上 好事也是這樣的 那個叫幸運 幸運也不過就是偶然的事實 那也許是不幸的事 不幸運也不過就是偶然的事實 都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所以霍然率好像很固定啊 但是事情的發生 就是沒有道理 事情的發生完全不是霍然率 所以霍然率色拿來呢 所以霍然率色拿來呢 讓我們譬如說了解這個現實人生 所以我們必須可以做某種努力 降低我們遇到壞事的過難率 但是無論做多少努力 都沒有絕對的保證 所以也有可能我們做了很多的優力 結果還是事情都落在我身上 那些努力不是白費嗎 我們沒有說那個努力一定有保障 那個努力只是降低了壞事發生的過難率而已 但是不是保證不會發生 而且發生的時候就這發生 所以我們呢做我們該做 至於結果是不是就可以怎麼樣 我們應該還是說完全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把有限還給有限 無限還給無限 把我們能夠掌控的我們掌握在手上 我們不能掌控的 我們完全放下 這就是孔子告誡我們 無意無必無我 沒有意必顧 我們所以做這些不是因為它會有什麼好結果 的保證沒有 它頂多是有好結果發生的機率提高 壞事情發生的機率降低而已 而這個提高降低對於事實而言 可以說完全沒有意義 那完全沒有意義我們就這樣努力 有意義嗎 有 什麼意義 我做我該做 就是這樣 就是為所當為 這個叫做當問耕耘 不要問受貨 因為受貨 就是霍然語的奧秘 這個奧秘就是 霍然語雖然固定 但是這個固定的那個機率發生在誰身上 是完全不知道 完全地歐不在 好 因此呢 我們也不必相擔心 所以呢 從無意必顧我開始 到了最後的態度就是 仁者不憂 智者不獲 勇者不取 因為憂也沒用 具也沒用 我們做過這種努力 不是因為免憂 免具 而是只是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做我們能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們都完全交給老天爺 好 這樣 那老師那那個 這是我們儒家的看法 那佛家的看法都是講因果 就是前幾世做了什麼 所以現在是 佛家意思要我們超出英國 不是在英國裡面 如果還在英國裡面就是六道輪迴 那個沒有得到 那個沒有得到 可是如果一個人 他生在很貧窮的家庭 或他生下來沒有多久 母親就過世了 就是因為他前世的那個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他這一次就很苦 很苦之後再去修 這樣解釋完全不符合佛家的意義 一般人的看法都是這樣子 所以看法說讓人一直在輪迴 以後出不來 我們就破除輪迴 就不要這樣解釋 我是聽一個師父 他就是這樣講 不是穿了袈裟就是有道之士 這個輪迴 這個鎖鏈 它其實暫時安慰人心就是了 所以你會這樣 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你要知道 那個所謂的英國的因 從哪裡來 一念造眾 因此如果從這個英國來講 並不是惡因就造惡果 善因造善果 而是不管惡因善因 通通都是束縛 都是束縛 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個心不要造作 不要造作就把一切這些都放開 放開就跟儒家一樣 這些事情發生就發生 不要去問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你就自尋煩惱 那既然自尋煩惱就要說 好是你前輩子做了什麼孽 所以會這樣 所以你就服氣吧 誰叫你前輩子做了這些孽呢 你這輩子拿還債什麼 對啊 那因為你已經這樣想了 只好這樣跟你說 如果你根本就不這樣想 事情發生就是發生 那又怎樣呢 因為我們一個有限的情緒 來到人間本來就是有生有死 本來就是有其有福 無論是其是福 我們都不把解釋為是好還是壞 因為就佛教來講 這個全部只是現象 現象無所謂好壞 發生什麼我們就接受什麼 無論遇到什麼 無論遇到什麼 我心不起煩惱 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好事壞事的分別 那都叫分別心 超夫倫荷是說 根本沒有分別心啊 所以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說是從一個現象 找到它的根源 或者 就是它的意義價值是什麼 任何的現象 它並沒有絕對好或壞 或是我們的一種詮釋觀點 對 所以 就是說 任何的現象都可以找到 意義不是在現象本身去找 現象通通都是中心 好 無論我們遭遇到什麼 它都不表示是好還是壞 事好是壞 完全百分之百 有我們的心態決定 好 如果我們知道 人生的意義價值根源全在我的心 全在我的心 看我心怎麼想 於是無論遇到什麼心都沒有關係 好 所以那個 這個 從 從這個張宰到王夫之 他們講壞經 就是說壞經是什麼 是 詹得詩 不許 不許沾那個 那個 那個吉凶 吉凶 是一個 客觀事件的分類 但是重要的是 得詩是我主觀感受的那種價值 好 我們要問的是得詩 所以呢 無論遇到什麼事情 吉也是有所得 也是我的自我實現 凶也是我的自我實現 你不要失落的自我的價值 你不要失落的自我的價值 得詩超自在起 吉凶隨順了環境的 霍藍綠的運作 而那個我們無所謂 沒有關係 是不是 那一般的命相啊 都直接把外在的吉凶當著是禍福 得詩 那你就是求之於外 好 所以才會說 設定富貴就是好的 貧賤就是不好 長壽就是好的 短命就是不好的 好 生活舒服就是好的 到處奔波就是不好的 那這樣設定的時候呢 人就患得患失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啊 那孫中山 孫中山 命都壞透了 對不對 孫中山 一升奔波 五十出頭就死了 對不對 文宴祥司可法 命就更壞了 是不是 但是你能說文宴祥司可法 是個壞的人生嗎 對不對 他的人生就是忠於自己自我實現 是歷史的偉人 對不對 原來客觀來講好像是很不幸的樣子 但是主觀來講 他依然就在地上掌握自己的命 所以文宴祥司想在語宇中還是可以說 誒 客觀來講 晦氣多得很 是不是 但是我心中有個政績 以一敵八 如何未必在 對不對 以一敵七 以一敵七 對不起 以一敵七 不用怕他 是不是 那就是說 我們要 我們要 真正是 能夠培養出一個 在這樣一個人間中 依然可以做主的人生態 就是不要去 想要去忘求那些 我們其實不能掌握的東西 而去認真地去掌握我們能夠掌握的部分 這個就是人嘛 人就是這樣意思 好 好 我們現在回來 對於剛才的那三句話 就是我就 我就畫了一個圖來表示 這個圖來就是下面一個圓 畫一個箭頭 上面再畫一個圓 這個箭頭不能碰著這個圓 你可以很接近 但是不能碰著 在各方面 這邊 好 在這邊 就是原來的第一句話 本來 人 應該是在現實中 是一個眼前當下 真實存在的情景 真實存在的情景 這就是原始的和諧 原始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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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狀 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 可以 可以 這個 給它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名稱 我們現在叫 人的實存意 實存 實存就是眼前當下真實存在的情景 就叫 簡稱為實存 人的實存意 不過呢 事實上面啊 人 從那個原始的實存 或者道家叫自然 或者叫天 落到人間 由天落到人間 是什麼意思 其實真實的意思就是 人的自我意識出現 自我意識出現 就有了分別性 有了分別性以後 就有了人跟我的區分 當然呢 開始有人我區分的時候 就叫著由天上和到人間 一落到人間 區分了人我以後呢 那個 那個同整的 那個情境就破裂了 就破裂了 那就是所謂 人 無可避免的 出生以後 早晚都會失去他的純真 純真就是 原來的 那種人我一體的情境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什麼時候開始 很難啊 有一個界限 一出生就已經失落了嗎 甚至還沒出生在娘胎 就已經開始失落 當然會越來越明顯 當他逐漸的 這個 參與了這個社會 好 這個社會就是交給他 我們統稱為社會化 所有的社會化 都會教你 有人我之別 有是非之分 有對錯 有對錯的一種判斷 這個 有人必要更早 人稍微晚一點 但是 但是事實上都是逐漸的 失去他的純真統整 整個他的生活的實存情境破裂 破裂以後各種的煩憂都來了 某種我的孫子 上個幼稚園的 很明顯感覺到 有沒有 尤其是那個 對錯的判斷 有意思嗎 就在那邊嗎 很悔氣地說 都是我錯 又是我錯 好 開始有了一些 誤我的區分 有了某一些對於外物的欲望 比如說糖 有些爸爸媽媽不准吃糖 所以糖這個油氣油誘惑你 今天我那天跟我說 這個爸爸媽媽僅僅還可以允許的 是他又人一出來 這邊有一個店賣食糠餅 食糠餅還好不打甜 做那種鬆餅 某一種鬆餅 某一種鬆餅 所以就阿彌教授 結果前幾天去那邊發現那個店瘦了 變成一個糖果店 不能買 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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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留戀 早好走了 跟奶奶說 說不定過幾天 他又變回一個斯康餅店 好卑微的願望 對 僅有一個店可以進去買來吃的 別走不行 冰淇淋店不行 這個巧克力店不行 這個斯康餅店還可以 連這個都沒了 對不對 人的各種的失望 人的各種的煩憂 就次第的逐漸出息 這是佛家說的 求不得苦啊 愛別也願真會 總是跟願望違背 現實總跟願望違背 對不對 好 當這個時存啊 失去了 那人的現實啊 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變成就是 人不是由他的一個老天爺來安排 負責 那又還不能由自己的自覺的人心 來做主安排 於是人就被扔到一個 這個破裂的人間 被什麼決定 就被許許多多 他生命存在的經驗 所決定 那這個經驗非常的複雜 可是呢 點點滴滴呢 都記錄在他整個的生命體中 於是他的 於是他的 碰到環境事情的反應 就是自然的根據他過去經驗 歸納起來的那個模式去做反應 所以呢 所以人的生命啊 做變成是一個 刺激反應的序列 就是按照 逐漸在他生命中 形成的那些規律 形成的那些 行為模式 思維模式 按照那種模式去反應 那這個模式怎麼來的 就是由經驗累積 逐漸的制約而形成 那麼佛家稱這個叫著 叫著那個 那個情史 就是 就是情 情世這個世裡邊的各種的 那種 那種情節 它的熏染 那種種子的熏染 那現在的 現在的心理學呢 就稱這些叫做情節 其實就是 行為模式 言語模式 思維模式 這完全是一種慣性 完全是一種盲目 好 於是呢 一個人呢 他的 他的存在的狀況好不好 就取決於他過去的歷史經驗 從出生以後的歷史經驗 如果他比較幸運 這個環境呢 都是善待他的 他的被疼愛 被尊重 被照顧 的經驗比較多 他的人生是比較順利的 於是就養成他一個 比較善良的 比較樂觀的 比較健康的 一個人生 但如果他從小遇到很多不行的事 打擊啊 挫折啊 失敗啊 被別人侮辱啊 被別人冷落啊 被別人攻擊 被別人傷害 於他就根據這些呢 自然形成他很多的防衛反應 他就經驗形成他人格是比較封閉的 疑慮的 防衛的 退縮的 凡是往壞處想的 因為他的經驗都是壞事 所以這個時候呢 人的這個生命體啊 是被經驗所決定 完全看他們的經驗庫裏面啊 儲存的那些過去的歷史的紀錄 是什麽樣的紀錄 所以這個時候呢 也有所謂的 比較是人的 就是比較仁慈的 善良的狀態 要是不仁的 就比較是退縮的 乾硬的 好 這個疑慮的 好 凡是往壞處想的 那樣一個性格 這個時候 我們聽到叫做 人的氣體 由原來的實存意 落到人間以後 它逐漸呢 逐漸呢 失存失落了 它流下來的 流下來就成為 經驗體 經驗體形成它的 人格結構 我們稱它叫氣質 氣質也有人 有不仁 那論語中啊 有一個地方出現的 人 其實就 人的現實氣質來源的 當然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生命體的存在 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得失 沒有辦法決定自己的命運 它是被決定的 好 在被決定的情況中啊 人就會有了一個 只有人才有的一個 根本的矛盾 就是人愛自由的 本來善良 要做主的 那個本性 被證了一個經驗體 舒服 包裹 而這樣的一個經驗 都是被決定的 於是跟那種 要自由自主的 人心人性呢 形成了根本的衝突 於是 埋在最內陣的人心 就會苦悶 就會禍 就會有憂 有憂 有據 有禍 這個憂 具禍啊 是真正的人性啊 它依然啊 存在著一些 隱為的訊息 這隱為的訊息呢 我們稱它為存在感 那所有的存在感啊 的浮現 都是這種負面浮現 人因為有所憂 有所禍 或有所聚 於是呢 引動人的某一種程度的自覺 有什麼辦法 要找尋人生的出路 那麼首先就是 人的這樣的一個 藏在這個經驗體 深處的那個心 好 那它會 它會 有它最原始的實存的記憶 但這種真實的存在的這種經驗記憶非常的渺 那後來越來越多的是人間的那種實際反應所形成的經驗 那種和諧統整純真的經驗越來越渺茫 但是不是沒有 因為很渺茫了 它變成不是在現實中存在的 變成一個遙遠的記憶 或者說一個朦朦 或說一個朦朧的夢 於是這個就被推到無限遠 被推到無限遠 所以可以說是一個遙遠的記憶 也可以說是一個朦朧的夢 我們呼吸稱它叫理想 原來的持存 現在不存在 變成一個遙遠的夢 或者是理想 所以我們稱它叫人的理想意 那其實人心要找尋出路要自救的 一個最起碼的一個表現 就是現在不好 但是遙遠一方有個可能 那個可能若有若無 是否我也曾經遇到過 曾經見過 但也不曉得在哪裡見過 那就是人性甚處 它不是一個憑空捏到的夢 也許真的在某次做夢裡面 曾經感受體驗過一下 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很奇怪的那些感觸 就在現實的那個情境中 那某個渣啊 好像很熟悉啊 好像什麼時候到過這個地方了 很可能就是我們啊 生命最底層的某個遙遠的記憶 因為某種偶然的機緣啊 浮上來 這個 這個 很多的那個 文學藝術作家電影 他都會用一種夢境式的手法 呈現這種人心最深最深地方的想法 好 當然可以把它描寫這樣 烏托邦啊 遺想國啊 桃花園啊 或者說天堂啊 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這樣提著 不至於越來越掉落到那種 黑暗無明的地獄 就是 好這次叫理想意 理想意應該原來是實存意 當實存失落 他要飄到無限遠 而留下的只是一個器具 經驗的決定 好於是怎麼辦呢 因為有那個以後 我怎麼樣才能夠擺脫這個 好 這個因果啊 不管是善因善果 還是惡因惡果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自由 都是被決定 你要重新找回自己的自由 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很認真地做 身心修養的功夫 這種功夫就是佛教來講 就是超脫輪迴 擺脫那個因陀螺 就是由因果重重這樣子 綿綿綿綿綿構成 把我束縛在裡面的 那個因果系列 所以不要有人問你說 你信不信因果啊 不是信因果 是我們要 我們要超越那個因果 擺脫六道輪迴 對不對 那時候需要做認真的 修養功夫 所以修養功夫是 找回他們原來失去的 失落的失存 一方面解開我們氣質的束縛 一方面呢 讓那個 遠在天間的理想 逐漸逐漸地 重新回到 我的臉生 讓這兩層呢 能夠逐漸拉近 而這個拉近 就靠我們認真做 道德實現的功夫 好 所以在這邊 就有了所謂 人的功夫 好 伴隨的功夫 跟它密切關聯的 是誰在做功夫 我 是哪個我 不是情世氣質的我 而是真正自由 無限心的那個我 那個才是真正的主體 所以呢 從人的功夫意裡面呢 它伴隨著 這個人的主體 這個主體就是所謂的人心 就是後來孟子受到良心 而民作了良知 不過呢 在倫語中 孔子還沒有 鍛鍊出 這個人心 這個 這樣一個觀念 所以呢 這個主體意呢 在倫語中 還是不出現 好 那到了後來 這個 宋明如 好 那這邊的人 你可以直說 就是主體意 好 那主體 發出來的 才是功夫 好 有你的氣質 情勢發出來的 不叫功夫 好 因為那個人 那個不是自覺的 他一定經由 主體的自覺 來做功夫 所以呢 功夫的最核心就是自覺 所以 王陽明的智良知 某中山先生 就直接 給他界定 叫 半職功夫 半職功夫就是 就是覺 明覺 那也就是禪宗所謂的 明心見性 一物便是佛地 就是根本功夫 半職功夫 那其他的都是輔助功夫 可以提高 這個頓悟自覺的霍然率 但是不保證能夠自覺 這個叫輔助功夫 像朱熙的 那這樣輔助功夫呢 做的不是沒有意義 但是沒有保證 可能做到後來都是白做 本職功夫呢 本職功夫呢 一做呢 一個就有完全的意義 那問題就是 這個覺要怎麼做 也無跡可虛 所以有時候也需要呢 靠那些建模建修的輔助功夫來幫忙 可以提高絕的霍然率 但是沒有絕對讓你覺得保證 因為它無視本質 那這就是人 從倫語中 比較是一個功夫意 到了後來逐漸逐漸 鍛鍊出一個主體意 就是人形意 這是後來的 那我們用英文有擴弧呢 表示 好 那 剛才的三句話 那我們就通過 原來是 人是 眼前當下真實存在的情境 這個情境中 有人有我 因為有人有我 所以就破裂了 那這個人我施衣啊 不是馬上就能施的 人我施衣 我們需要經過一番功夫修完以後 讓它重新施衣 好 我就畫了這個圖來 來 表示這個人的三種含義 就是說有些宗教還會 嚮往那個天堂 或者死後的世界 那如果教老師這樣解釋的話 其實那個理想意應該是 在我們的生活中就可以 逐步去落實 對啊 那為什麼要把它 這個誇張成為一個天堂啊 什麼彼岸啊什麼等等 這有兩種含義 第一 就是當人的那種 這個氣質啊 的束縛非常非常深重 你根本這一輩子 都沒有辦法擺脫 因為你說 有那個我們祝福不能做到 它沒有一個實證的機會 所以只好把它 真的是寄透在一個最遙遠的地方 那甚至你要死後才能夠去 就是把那個無限往後退 免得人失望 第二呢 也就是因為這樣那個 氣質的束縛太嚴重 人自己沒有能力 至少暫時 好大一段時間呢 要靠別人幫忙 所以呢 所以要通過宗教的媒介 通過上帝耶穌 是不是 就要連佛家都說你要繡五百年 好 你還在暫時要歸一 對誰一個師父帶領 好 要發展到慘重才說 我自己就可以明心見心 好 所以呢 所以要在不同的生命存在狀況的時候 會能夠接引人或者安慰人 也你就設計遭做不同的說法 好 但是因為我們儒家 他啊 直接就是說我們自己就可以啊 其實 如果就這個氣質的束縛而言 其實儒家面對的是生命的束縛程度 最輕微的狀態 所以我曾經畫過一個圖 就是生命的那種流轉 它往下掉 掉得越嚴重的時候呢 那它就有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的病痛 如果你只有第一級的病痛的時候呢 儒家就OK了 因念之轉 好 到第二級的時候 如果有心落入到氣 好 那就需要到家 要自然無為 帶那個氣過去 第三級的時候呢 已經有了一個病灶了 不是那個能量的不平衡而已 這需要開刀了 這個時候就要落到佛家 要對峙 要開刀 好 有時候自己沒有辦法 完全完成 需要靠專家 因為專科醫師啊 菩薩 都是悉尼醫生啊 不到了更嚴重的第四級 不是一個病灶啊 全身都爛 要換一個人啊 那就是第四級要靠西徒教 由上帝來救贖 救贖 救贖的意思就是換一個人 死身已經爛掉了 不行 是不是 所以呢 但是因為人的那個氣質的舒服 那個程度有輕重的不同 所以針對不同的有不同的設計 來帶領他們 是這樣 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嗎 這個是我們對人的整體性的掌握 有一個整體性的規模 我們再來分別 一樣樣講 那當然我們就先從氣質意講起 論語中有哪些張具裡頭出現的人 是屬於氣質意的 當屬於氣質意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詮釋那個人 比如說翻譯成白話 要翻譯成什麼 那這個地方 氣質 落實下來就是感情 感情跟愛不一樣 愛是一種能力 由人心出來的 感情是一個生命存在的能量狀態 感情是一種能量 你的生命結構 有它結構的運作 從這個運作中就會有能量的流動 這個能量流動成為感情 好 那這樣一個能量流動的感情 基本上是中性的 它是一個現象 是一個事實 那麼好了 但是人有個心呢 人心面對你那個生命感情存在的事實 你是怎麼說它 你是怎麼說它 那就有一種說 我事是怎樣 我就怎樣說 這個叫誠實 不過這個誠實不是道德上面的誠實 只是性向上的誠實 我沒有說謊 我是怎樣 我就說怎樣 那至於這樣的一個事實的感情 到底有沒有道德上面的意義 是對人是有幫助的還是有害的 其實不能決定 不能決定 但是好歹呢 我是誠實的 所以對於這樣的一些感情 我們稱它叫做真感情 這邊所謂的人就是真感情 好 那假感情就是自欺欺人 它不是一個真感情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事實 就是因為它受傷 未癒 有了一些自我防衛 這個自我防衛裡面很簡單的就是說謊 不誠實 違作 於是我們稱那個叫假感情 叫不忍 那麼人在過去啊 它那種順利的 那種被善待的狀況 經驗越多 它就越能夠直接說 我就是這樣啊 我喜歡你啊 我不喜歡你啊 我討厭你啊 對不對 我不會明明討厭說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對不對 好 那從這個常識來講 就完全只看啊 這個生命氣質中 那個生命機構的運作 帶出來的人感情的狀態 這個氣質意對不對 就是指這個 好 好 這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 回到下個禮拜 各位可以先出來一下 我們書上所講的這個部分 好吧 請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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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 謝謝